嘉義中正路口 近60年的張家第一銀行仙草攤 四年前老闆歇業不賣了 正巧著蕭振輝和劉援成選在相同位置創業 販賣雞蛋糕 紀元下熟識了每天人到仙草攤就職散步的仙草伯 兩人討論後決定延續仙草伯的古早味 將嘉義民眾從小吃到大的記憶留下 今年在圓擺攤位地點旁 意銀仙草重出江湖 你覺得這個仙草啊 就是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量 黑糖還有仙草跟剉冰 他們的量都是配的剛剛好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黑糖加太多 你吃得到仙草味道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在仙草 吃仙草一口當中還是有一點點剉冰 就這樣應該是因為不會 還是有一點熱 然後吃這樣不會讓你覺得太冰 會太冷 後來因為阿伯教我們玩之後 也是一直在抓粉跟水的比例子 他中間像你們剛才看到這個粉水中間 倒掉兩三塊一桶 然後裡面就是有都是天然萃取的 像是番薯粉啊薯薯啊 那些都是用天然的材料 再去萃取出來的粉 然後加上阿伯他就一直幫我們吃說 到底是怎麼樣才是對他以前的口味 好可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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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